進入念佛 念是心中一無所有 專精不砸 則得泥土加碧 成就讚美 我們今天念佛 功夫不得了 善心 亂心 痴迷 所以沒有感應 這要覺悟 從今之後 我們把不能感應的這個毛病改過來 可是必須得曉得 念佛 我們也很想專精不砸 但是做不到啊 很難啊 念了念了 自自然然咋念就來了 自然妄想就起來了 越是怕妄想多 那個妄想越多 這怎麼辦呢 一定要用方法對峙 時間長了 容易達妄想 時間短了 有辦法啊 我們念一個鐘點的佛 沒有辦法 控制不住 會起很多妄想 我們念十分鐘呢 妄想當然也就少了 假如我們念一分鐘 一分鐘當中啊 絕對沒有妄想 可以做得到啊 那個沒有妄想的一分鐘啊 代列了 得佛 加持 所以過去我傳給大家 這個念佛的方法 神念法 神念法呢 如果您念四個字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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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句不到一分鐘啊 心地真誠 清淨 平等 慈悲 生命 這個生命當中 一個妄想都沒有 可以做得到 時間短了 一天要念九次 不要以為時間短 念得很少 效果不夠細 只要你不間短 我們看到許多同修 就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 有很多人打電話寫信告訴我 兩個星期以後啊 他就減消了 他就覺得很好 就來告訴我很歡喜 這個方法 縱然我們是老佛教徒 我們有早晚課 沒有關係 早晚課之外 加這個神念法 這個九次怎麼念呢 早晨起來 洗一臉之後 家裡如果有佛堂 在佛堂裡面 在佛像面前念這個神念 如果沒有供佛像面向西方 就可以了 心裡想著佛就行 所以這個太方便了 早晨起來啊 時間頂多一分鐘 這個功夫是真的 真實的 一點都不假 第二次吃早飯的時候 你在早餐之前 不行 我們佛門弟子 都會念個供養咒 普通的都是念 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僧 供養一切眾生 然後再開動 其實呢 這個幾句供養咒 有口無心 沒什麼大的效果 小朋友唱歌而已 不是真心的 不是真心的 所以呢 不如啊 恭恭敬敬地唸十句佛號 恭恭敬敬地 十句佛號唸下來之後 再吃飯 用這個代替供養咒 你吃飯 也會吃得很舒服 吃得很自在 也會幫助你良好的 小話 而那個功德不可思議 第三次呢 你上午上工的時候 你在工作之前 把心定下來 念十句佛號 再去做工 上午工作完畢了 放工的時候呢 再念一次 中午吃飯 念一次 下午上工放工 過念一次 晚飯 晚飯念一次 晚上睡覺之前 念一次 九次 一天九次 一次不要一分鐘 一天九次 一次都不能夠剪斷 那個效果非常之好 因為這種念法呢 真的會念十心中 有所有專精不掌 你看 跟這個標準呢 相應 只得蜘蜜加匹 你就得阿彌陀佛墨持保佑 一定得到 成就三昧 成就三昧 那么由此可知 念佛 佛對我們的工作不妨礙 對我們日常生活也不妨礙 有不利而無一害 為什麼不肯去修呢 應學欲賦之堅定信心 實在講我們學佛最大的障礙 就是我們的信心不定 搖擺不定 比不上那些老阿公老阿婆 比不上他們 他們信心堅定 他們念佛真的念到心裏面不夾雜 沒有懷疑沒有夾雜沒有間斷 往往成就的功夫是上上層的功夫 非常的稀有難得 一個原因 我講影片 傅人 男女 你怎麼有? 倉人 你怎麼有? 可是她想記得 多少